哈喽 今天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新年之后的第一出差 我们来到了北京 来试驾我身旁这款 二次款的腾式第九 那在我的印象里呢 腾式第九在过去这段时间里 一直以来在国产新能源 MPV这个领域里面算是非常棒的车型 事实上它的销量数据也证明了一切 那我们来看看二次款到底多了哪些更新 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首先外观的部分 二次款的成型就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依旧是这套大家比较熟悉的造型 其实腾式第九的整体造型外观 还是一个偏保守的设定 它不会说特别激进 但恰恰是这种可能偏保守的设定 也让它在无论是商务场合 还是在家庭场合 其实都挺合适的 那相信还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需求 那二次款的成型在外观上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知 就是这次新增加了一个新的颜色 是一个紫色 不过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黑色 我个人会更加喜欢腾式第九的 浅色车身的版本 那些我觉得看起来会更好看 那另外一个感知比较明显的地方 就是以前大家很多人吐槽 说腾式第九的这个主驾 副驾的门太重了 那这一次呢 二次款的车型 全系标配电锡门 这一下子是不是看起来高级很多 那作为MPV车型 我觉得还有个好处 就是你在关门的过程中 因为其实侧面的门是不太影响车内的乘客的 那有了这个主驾和副驾的电锡门以后 你在关门这个过程中 也不太会影响车内成员的休息 可能如果你后边有人在睡觉 那主驾上下车 那这种侵入了关门动作就非常好 那更多的改变呢 是集中在车内一起上来看看 那内装的部分呢 最大的视觉层面的改观 是新加入了一个矿石白的 这样一个内饰配色 那其他的更多是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 那首先呢 真皮包裹的方向盘 现在也是全系标配了 而且优化了里面的加热逻辑 现在更好用了 同时加入了一些实体按键 包括方向盘两侧 音量这种拨杆 以及在挡把周围 你可以看到有这个 就是两侧后门的这种开闭 尾门的开闭 以及后排这个冰箱的开关 都在这里以实体按键的形式出现了 这个新加入的冰箱也是24款的 现在已经很大的提升 这个等一下我们到后排再跟大家聊 加入这个实体按键的好处呢 一也确实是因为腾室 他也收听了这个用户的意见啊 之前好多人说这个触控的按键不好用 现在实体的我觉得就很方便 二确实是你在熟悉和了解这台车之后呢 这些实体按键是很方便 你去做盲操的 虽然我想说的是 现在整个比亚迪家族旗下的这个语音系统啊 在新的更新之后也变得更好用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实体按键的加入 也真的是体现了腾室这个品牌 很暖心 而且很虚心接受用户意见的这么一个点啊 我觉得是好品 那前排另外一个改变呢 就是在次顶配及以上的车型呢 现在新加入一个流媒体后视镜 我觉得对于MPV车型来说流媒体后视镜真的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些满载的情况 7人然后后排行李如果拉的很满的话 是会挡住你后排的视线的 有流媒体后视镜就不会 那第二呢 如果你是商用 有时候呢 你坐在前排的司机和坐在二排比较尊贵的客人 会发生那种比较尴尬的两眼突然对视的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啊 那有了这个流媒体加入也会大大优化 减少这些情况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前排的第二个好评了 24款的车型呢 在四个门打开之后的这个门槛位置 加入了一个小的金属的试条 不过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腾认第九我觉得也算是相对来讲啊 如果你用家用的标准去衡量 它地台还是稍微有点高的 我建议是不是以后二五款的车型 把这个把手稍微延长一些 这样方便一些小朋友个子比较矮的 他这样上车 我觉得也会挺好 现在后排这里呢 新加入了一个冰箱 这个我觉得很好评 它是压缩机的 然后呢 电动开启 很优雅有没有 最大的容积呢 7.5升 诶 这里面现在怎么还放了一堆饼干啊 什么 OK 然后最低的温度是可以来到-6度 然后最高可以去到25度 基本上全家人任何需求 这个冰箱都可以满足你 而且比较好的是 这个冰箱也是加入了 就是在手机控车 你可以通过手机去控制这个冰箱 以及它有一个就是延长12小时的 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你在雷车下电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 它都可以维持一个工作 这我觉得非常好 这也算是现在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主流配置之一了 对吧 然后在后排座椅呢 之前的日子里有好多人说 就是吐槽说 它的这个后排的触控屏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学习和上手的难度啊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当你把整个后排座椅调制到最后这个状态 其实你是如果很躺的状态 你是不太能碰得到这个屏幕的 OK 二次款的腾式D9也同样吸纳了大家的意见啊 现在在这个屏幕内侧也加入了实体按键 你可以通过很轻松忙操的方式去控制这个座椅的前后以及抚养的移动 是不是也很不错的升级 二次款的D9它的动力总程上就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是老款的 既有DMI的版本可以选 又有EV的版本可以选 我觉得老款的数据已经足够优秀了 你像DMI的这个综合续航里程式可以超过1000公里 纯电也有超过6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里程 我觉得都是非常够用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D9呢 它这套动力总能表现开起来还是非常轻快的 然后我们聊聊底盘的感受吧 云碾C对吧 这个在老款上就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D9这个车啊 在这个底盘的表现上面就是一个 你可以非常轻松任何人你上来以后 你都可以轻轻松松把它开到一个很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无论是它的这种抛跳起伏啊 加速减速 以及这个过弯的时候侧倾的抑制 我觉得都特别好 就任何人我觉得都可以把它开得很轻松 同时它也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底盘 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当然也跟自身重量在这里摆的有关 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觉得D9开起来还是非常的沉稳 我觉得D9的整个隔音水平呢 虽然说你说不急 说像Mega那么那么那么极致吧 第一排和第三排还能轻声细语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的隔音水平也是非常优秀 和这种五六十万的这种主流的BVA的一些行政属性的车型比也是更优秀的 这作为一台MPV来讲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说的就是像一些五六亿这样的车型 我觉得它隔音是要比那些车要好一些 我想吐槽一下它这个坐姿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中间这个中央扶手这个台啊 中控区域是很宽大啊 显得很豪华 但我个人是觉得有点侵占我的这个腿部空间 你看我试驾过程中 有时候腿就会碰到这个空调的去 还挺壮的 我挺痛的 我觉得这个对吧 有时候如果它家用属性 如果是男主就是经常开车的 这个东西是挺影响我的购车决策的 是我的话 那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综合来说 我觉得二次款的腾式D9 它的一些细节的提升 相对来说不是感知特别明显的提升啊 不像是放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 有一些新势力车型的加入 我们知道有很多很花哨的车型 类似于像小名79啊 理想MEGA等等 总的来说 我觉得D9还是一个偏保守的这样一个车型 但我觉得仍然 我觉得还是要给它这些提升一个大大的点赞 因为它确实是认真吸取了用户的这种意见和反馈啊 加上这些提升之后 加上本身还不错的优秀的这些素质啊 比方说DMI的这个混动系统的加持 再比方说比亚迪整个品牌的背书 我认为啊 二次款的腾式D9 依旧还是一个比较值得信赖的选择 还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